Hello, I am May Bautista, I am a Filipino Helper. GPTology was introduced by my employer. 他是说,大家晚上好,我的名字是May Bautista, 我能够上长生学是因为我付举介绍的。 他们把我带到关怀站去,是因为他发现到我有胃酸倒流以及失眠的问题。 在关怀中心里,他们把我带到关怀站去, 他们做C7和C6, 然后他们做C7, 还有把手放在我的耳朵后面,进行失眠的调整。 在关怀中心,他们就调我的C7和C6, 还有把手放在我的耳朵后面,进行失眠的调整。 好,然后这个胃酸倒流的问题呢,他们就在C3以及我的腹部进行调整。 好,然后这个胃酸倒流的问题呢,他们就在C3以及我的腹部进行调整。 在调整的过程中,我就感到腹部有阵痛,而且还会有一点晕的情形。 然后,在6次去到关怀中心调整之后,我的胃酸倒流的情形越来越好,痛也越来越少。 然后,我就感到我的胃酸倒流的情形和室内的情形完全消失了。 掌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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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的工作金顃就是认评了登年轮后, 我中间 をomon tresbanlesse, 接着我的部主大力的推荐叫我来学长生学。 我就上了第十九届的课 在发展公司的母屋的时候呢 我也接触到了不同的病人又有不同的病症 最难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为了这只狗 他的名字叫做Albus的调整 当我们见到那只狗时,她已经脆弱了 她只躲在床上,因为她已经过程了 15岁了 当我接触到这只狗的时候呢 这只狗已经动过了手术 然后躺在地上不能够站起来 这只狗的年龄是15岁 这只狗的年龄是15岁 所以,为了帮助她处理 我们做了C7 然后进行动力的地方 在为她进行调整的时候 我就把手放在她C7 还有被动手术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做了C7 我们会看到 有一个急性的反应 因为肌肉的反应 因为肌肉的反应很软弱 然后,我们在做了调整的时候 它已经变得更加强 然后,在调整的时候 我就感到那只狗的心脏 开始的时候 是跳得比较慢 而且又比较虚弱 在一段时间之后呢 那个心脏跳得比较快 而且跳得比较强 然后,我们结束了 然后,我们结束了 狗的肌肉比较大 然后,她已经够站起来 在调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就能够站起来 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张照片 也就是说,调整了之后 那只狗能够站起来的情形 我们知道,我们希望 能够站起来的疼她感到的疼她 我们知道,当时我们为了这只狗 减轻了她的痛处 但三次后,她在调整的方式 在经过三次的调整之后呢 她只狗就往生了 但是,我正在调整这个 因为,我希望 我希望大家 提醒大家 认识,认识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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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想分享的就是 长生学 不只能够 对 人类有贡献 也对 动物 也有贡献 我非常感激 魏老师 还有长生学 义工的师兄师姐姐们 还有我的雇主 因为他们让我 帮助 认识 我非常感激 没有 没有 感激 因为 这个 是很帮助 我们的生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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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师兄 刚才 他说的 动手术 是什么事情 动手术呢 那只狗 它是 虚弱的时候 动手术 因为 里面的那些内脏 有了问题 好我们谢谢 谢谢 谢谢 你们知道 那个事情 那个部署是谁吗 就是 昌伟师兄 还有他太太 他太太在下面 昌伟师兄太太 好不好 跟他打招呼 昌伟师兄的太太的工作很特别 他帮了我们国家 好多的 他用长生学 帮了我们国家 好多的运动 他是我们的大功臣之一 我们国家 运动员拿到奖牌的时候 他也长生学 也有贡献到 好 所以你们有时间 跟他勾奉一下 谢谢 他真的是 默默的工作 的幕后者 功劳不浅 或者你可以给他 介绍一下 你开在社会工作 的 他是在 新加坡 Sports Institute 里面的 这个 他的那个 调整师 就是 如果 运动员 受伤 或者是 疲劳的话 他就 找上他 这班人 来调整 是 是 这个 就是 好像新加坡人 都拿到这么多的 金牌 银牌 空牌 就是 因为 有了这些 师傅 来帮帮他们 好